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是在我们在韩十年节目开播之前 先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品牌方 有ADLV 人生的巅峰 Vibrate 振动 Lifework 法斗 生活与工作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宠物 XL 饼干鞋 精力球精 MLB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nerly 让日常更嘻哈 让时尚更随意 非乐 从专业运动到复古潮流 Adidas 没有不可能 耐克 想做就做 Kucci 与Kucci同行 LV 生命将引领你去向何方 林公子 饮食加工实体连锁店 非常感谢我们的赞助品牌方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之前 有请我们的嘉宾跟我们一起说一下 我们节目的一个口号 好 停呗 在韩十年 或许爱情 或许事业 或许梦想 或许我们还是我们 好 今天非常荣幸 有请到我们的一个在韩多文化家庭的青少年 陈华冰先生 那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最后简单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 我叫陈华冰 今年23岁 是来自中国沈阳的一个在韩留学生 然后现在还是在读韩国这边一个小学校的一个大一 是世界工程这种专业 所以专门就是一种机械 机械制造之类的 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 那同样我们节目经常会问到嘉宾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那你在韩国这么多年了 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 您觉得是一句怎么样的话呢 就是从一个小城市走到现在 像海外这种机会更多 就是更容易去找到属于自己方向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多的机会走向外面的世界 你刚刚提到就是从小城这样走出来 那能问一下你所谓的小城市你的故乡是吗 我的故乡 我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 福顺市新兵满足自治县 在一个小县城特别小 其实那满足自治县您是满足吗 对身份证上面是满足 但是其实满足我们那边和汉族的生活差异也没有 没有了是吗 对 那其实这样来讲的话 其实您很小的年纪就来到了韩国对吗 也不算太小吧 当年来的时候是16岁 对啊16岁其实还是一个满小的年 当时其实那是您是为什么选择了韩国啊 这个要从我高中就是中考吧 中考没有考入一个特别理想高中说起啊 那个时候我们学啊 我们那个地区分为两高中 就是一高中和二高中 没有达到一高中标准线的时候进入了二高中 然后我妈妈就特别不理想我这个成绩 就觉得我在那里边可能也是会不学好啊 可能就是会走向一些社会边缘之类的 这些想法都有 然后我妈妈就在她朋友的介绍下 就是来到了韩国这边上高中 在中国高中念了半年之后 在16年11月份的时候就来到了韩国这边 大概在韩国这边入学应该是17年的3月份 进入了韩国一个高中里 那你其实刚刚有讲到 妈妈就是非常关心你的学习啊 怕这在这个二线高中不太好 那其实当时你的那个生活状态是一个怎么样的 你是像妈妈想的那样顽皮的孩子吗 你觉得其实每个人小时候应该都差不多吧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是离异的 然后我爸我妈从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来到韩国这边务工了 然后我一直是跟着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嘛 然后那时候对学习这种事其实不是很上心的 然后在家里边也没有人可以辅导我就是像功课作业之类的这一些东西嘛 我妈就是我妈毕竟在韩国和我的那个时候初中班主任也经常打电话通话 就是反映一些我的学习情况以及在校的一些情况 就反正那时候给我妈的印象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就是不良少年的那种 不太爱学习 对 然后我妈就觉得应该来到她身边 毕竟也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管 对 她还是比较放心的 我觉得我还算可以吧 没给我妈丢脸来韩国之后 那你来到韩国之后应该就是进入高中了嘛 那刚进入这个韩国的高中的时候 您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感觉呢 毕竟不是朝鲜族嘛 来的时候是一句话都不会说的 然后那个时候完全就是靠才 然后会一点点英语 然后这样去和高中里边的老师去进行交流 然后我们那个高中有一个和韩国的一些机构联合在一起 就是为我们那些中途入国的青少年准备嘛 然后在里边进行韩语培训和一些课程培训 就是两不耽误嘛 然后在那里边待了两年 然后高三的时候回到我们自己的学校里边 和自己的同学这才接触了一年 那这个韩国这个机关主要培育你的 就是一边学习韩语 一边教授你现在就是高中的基本课程的内容是吗 对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机构吧 它和高中里边的课程 它有一些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在高中里边你只是学习一些课程嘛 像什么语文数学英语这些东西 还有你的什么兴趣培养 有一些这个东西嘛 然后我们在这肯定是要去多接触一些韩国社会文化上的东西 毕竟你以后你要在韩国这个地方你要融入这个社会嘛 所以说这个机构就是每个学期都会带领我们去韩国的一些就是知名景点 或者是你们每个人想去哪我们进行投票 然后去每个学期都会去一趟 就是社会体验 对社会体验以及就像两天一夜这种然后不去玩去 那 去了东哪些景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里还记得吗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18年我在那个机构临毕业的时候 去了一趟吉祖岛 那个时候是玩了三天两夜 那个时候是完全不用我们出一分钱 就是那个机构是国家给拨款 带我们去就是体验各种就是韩国的社会文化 对对对在吉祖岛待了三天两夜 然后韩国吉祖岛那些橘子黑猪肉 黑猪肉 对这些东西都是有机会体验到了 那摘橘子有参与到摘橘子了 对一定是会采遇到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和我的那些同学们就比较新奇嘛 这些事在那里头就是连吃带摘 一共是能有他们畜略估算了一下 每个人差不多能有20斤左右 好假 然后打那之后好像是貌似两年都没再吃过橘子 哈哈哈 也吃太多了啊 那那个黑猪你们也看了是吗 对黑猪咱没看到过活的 当然就是他们呢就是烤肉嘛 对我们上一些就是看图片之类的 其实他那个黑猪也就是那个黑毛猪 国内也有的那种黑毛猪 肉还是和正常猪一样的 对对对还挺好的 那其实在吉祖岛那个火山 他不是有一个日出风吗 也去了那个火山口吗 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人特别多 那个很遗憾没去 因为我们当时是差不多有30多个人 去包了一个大拔车 在那里头 在我们就是参观了一些公园 对博物馆之类的 比较就是方便去的一些地方 那火山口实在是不好管理 对是是 那火山其实它下面有那种黑色的岩石 实话吉祖岛那个也看了是吗 那个就是在海边的话 它那个特别特别广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去海边基本上都能看到 对对对 因为我第一次去吉祖岛印象就是 那里的风很大 然后那个岩石就基本上跟我们一般的海滩不太一样 都是那种黑色的那个玄武岩 而且那边海水也特别清澈 是那你就是在接受到这个多文化教育吧 等于多文化教育之后 融入到韩国社会进入这个韩国的高中 那其实你在接受这个多文化教育的时候 除了咱们中国的孩子以外 还有其他国家的孩子吗 当然有 我接触到最多的就大概应该是俄罗斯 武兹北克斯坦 柬埔寨以及泰国 这些应该属于是比较多来韩国 生活以及就是中途入国 多文化家庭这种一个情况 那像你们这些朋友之间交流的时候 是用韩语交流还是用英文交流 刚开始不会韩语的时候 肯定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是说中国话 对对对和别的国家 必要交流的时候会说英语 但是经常不交流 对刚开始的时候很少交流 因为各自语言都不同 就害怕说错点话什么的 然后就有必要说英语 没有必要我们基本上不交流 但后来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各自韩语也都比较厉害了之后 就会用韩语交流 那进了高中之后 像你这些小伙伴吗 是同一所高中的 还是有不同的高中 各自上各自的高中 每个人也许会有两三个人 是同一所高中出来的 大部分还是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的 有的上初中就来了 有的上高中就来了 当然我们都是在一个机构里边一起培训的 那这个机构里就是说 培养的这个外国学生很多吗 还是说 你们班里有多少外国学生 当时我们班里头大概有30到40人 一个班就30到40人了 就是这一个怎么说呢 它是不同的 按年龄阶段分 还是按这个班级 这个机构分为三个板块 一个板块是像我们这些有高中上的 就是已经在高中里边入学的 还有一个板块是没有学校的 就是在韩国这些社会上 一些闲散的一些孩子 然后还有一个板块就是成年人 就是自主招生的那种考试机构 这三个板块 然后这三个板块加一起 总共得有一百多人 光我们的一个板块 差不多就40多人 那像这种闲散的 这个也没有高中上的孩子 那属于什么样的家庭 是父母不管理吗 还是 也不属于父母不管理吧 就是可能说是比较不喜欢上学那一类的 然后还想在韩国 就是 对 想在韩国生活 找不到自己方向的那种 会进那个机构里边 去给你一个指引指导之类的 那像这些朋友有还有在联系吗 比如说他们像你学习完了之后 不就进了高中吗 那像他们 比如说他们会进一些 比如说去考试一个资格证啊 或者料理资格证啊 或者面包考 就这种的资格证去直接去工作 对他们有的是去考虑自己喜欢的资格证 然后去根据自己的对付工作去工作嘛 有一些就是找不到自己方向 可能会进工厂啊 或者一些别的工作之类的去干那些工作 毕竟他们也是属于刚来韩国 对啊 然后不太了解韩国的情况 就是在这个机构里边了解韩国情况之后 大概知道自己的方向 就这么的把他们就是教育完了之后 送出去的一种感觉 确实是啊 那你进了高中之后 因为自己的这个韩语还可以了吗 那进了高中之后 你觉得跟韩国孩子们在一起读书的时候有哪些